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家村距离海边也仅仅只有两三分钟而已 黄矢木觉得案件一点众多 便开始了调查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 秘密森林第三集 黄矢木拒绝了次长的好意 无论是告发次长的后果 还是在内部调查中被解雇 他都做好了准备 不就是想让他别管这个案子吗 他偏偏要管 而且还要一管到底 黄矢木不识好歹 让次长非常难堪 回家的路上永恩秀独自买罪 他不理解黄矢木 为什么突然把普武城的案子交给他 难道是次长的意思 故意让他背黑锅吗 黄矢木反问他 实习期结束后就会被分配到别的地方 次长有必要针对一个实习期检察官吗 其实这件案子 黄矢木现在也一头雾水 根本看不清真相到底是什么 永恩秀的父亲到现在为止 还没从当年的打击中走出来 整整三年没出过卧室一步 也不让任何人进去 接到检察官任命的那天 是他第一次进父亲的房间 里面乱糟糟的 他到现在都不敢告诉父亲 被分配到了西部地检 对父亲来说 西部地检这四个字就等于李章俊 次长 光是听到这个名字就被气得浑身发抖 将师傅的事发生后 永恩秀想瞒也瞒不住了 别人都羡慕他是前长官的女儿 但从小到大 他从没靠过父母 他不想就这么被赶出去 不是冤不冤枉的问题 是家里现在就指望他养家糊口 黄矢木可管不了那么多 他丢下永恩秀离开了 而永恩秀的一句话点醒了他 还不如完美犯罪呢 干嘛还要杀条狗 仔细想想 确实如此 那条狗完全没必要杀 好像怕警方找不到线索 故意留下的一样 而且那个视频也是 稍微偏上一点 就不会拍到普武城了 凶手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黄矢木越来越搞不懂了 但有件事他已经下定决心 去参加一个电视台的节目 他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教师傅曾这样陈述过 到达现场的时候 案件已经发生 这是断定他有罪的致命一击 从现场拿到的视频来看 江师傅到达后 窗口出现了一个穿着白色上衣 和蓝色运动裤的人 就是因为这个视频 才断定他有罪 但普武城的血迹 却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一个江师傅 绝对没去过的地方 那真相只有一个 站在窗口的人 就是凶手 凶手杀完人后 假扮普武城站在窗口 让行车记录一拍到江师傅 就是因为看到这个视频 才说证据是被伪造的 但其实并没有人伪造证据 是他调查失误 盲目地相信了视频 导致无辜的人白白牺牲 凶手有计划的布局杀人 还故意站在摄像头前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事 黄史木跟大家约定 要在两个月内抓住凶手 如果失败的话 他会辞去检察官 接受罢免 他要赌上一切 跟凶手死磕到底 主持人跟他约定好 抓到凶手后 一定要再来上一次节目 黄史木大放地承认失误 并立即要抓到凶手 给大家一个交代 不但让江师傅的事完美落幕 接下来的调查 所谓是一举多得 很快这件事就上了热搜 黄史木得到大量的支持者 虽然黄史木在节目上说出了实情 但他还隐瞒了一件事 胡武成的真实身份 没办法全钱交易 这种事牵扯太广 弄不好上面会立刻叫停几年前 青州地检的检察长和部长被内部告发 罪名属实 被罢免了 在事情平息后 两人又提起诉讼 又被取消罢免检察长复职研修院院长 一直干到退休 部长开了个律师事务所 现在过得衣食无忧 这种事还有很多 胡友哲曾说过这样的话 过去七年 他为各个阶层提供了无数次接待 而其中拒绝他的人只有两个 他们找到普武成母亲 黄史木有些事想问他 案发当天他去了弟弟家 而知道这件事的 只有普武成和参加宴席的人 普武成在家的时候 一般都是同一身装束 白色上衣加蓝色运动裤 那些都是儿子的衣服 案发前一天 有个人一直打电话 普武成跟那人还吵了一架 具体说的什么 老奶奶没仔细听 老奶奶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不像是讨诈的普武武成 还出去见那个人了 不过回来后 好像心情很差 来电话的时候 具体是几点 老奶奶不记得了 那时候正在看电视剧 黄史木是真的冷血无情 他怀疑老奶奶 对普武成的死 并不是真的伤心 普武成丢下一堆债务离开人世 而他在案发当天 就放弃了继承权 只想着摆脱债务 保住自己的房子 黄史木跟弟弟确认了一下 那天并没有什么宴席 老奶奶在撒谎 事到如今老奶奶不再隐瞒 那天他是帮别人家的宴席干活去了 黄史木怀疑他不是没有道理的 普武成躲避债务 根本不敢出门 家里也没来过人 能知道他每天穿着打扮的 只有老奶奶一个人 而黄史木没有感情 不代表韩汝真没有 韩汝真看老奶奶可怜 便把他带回家 两个人住 好歹有个半 黄史木回到西部地检 接受完部长的批评后 还得应付次长 可次长百明了 要给他点颜色看看黄史木 黄史木在门口苦苦等待 得到的结果却是下午再来 黄史木在节目上大出风头 可节目外却被同事排挤 永文秀这个人也有点虚伪 事后才来感谢黄史木 其实黄史木刚来西部地下的时候 就是永文秀的父亲面试的 韩汝真打来电话 案发前一晚 普武成接到的电话是11点07分 从西部地检的信访是打出去的 黄史木找到那台电话 正好有个摄像头能拍到这儿 但问题是 原则上录像只保留60天 因为信访是从来没出过什么事 所以只保留15天又晚了一步 虽然不能确定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凶手 但不可否认 那个人是现在嫌疑最大的人 西部地检没有线索黄史木 只好转移方向出租车的行车记录仪 那晚普武成回来后扔了一杯咖啡 杯子上有兔子图案 普武成11点16分出门 11点48分回家 往返用了32分钟 那最远的地方就是离家16分钟的距离 黄史木以普武成能走到的最远距离为起点 开始寻找附近的咖啡店 纸杯上有兔子的那家咖啡店 就是普武成去见那个人的地方 虽然方法有点土 但却非常实用 黄史木找到了那家咖啡店 但事情已经过去64天 店里的监控早都没了 当时值班的是一个兼职生 黄史木 留下电话让兼职生来了联系 他只要知道普武成跟谁在这里见面 事情就会简单很多 另一边 次长拜访岳父大人 岳父对黄史木非常不满 但他对次长更不满 竟然让一个后背抢了风头 如果次长站出来说会扛下这一切 那进入国会就指日可待了 岳父以为普武成的事是次长做的 但次长却说他并不知情 那事情就好办了 岳父让次长找个替死鬼 把他弄成凶手 留下证据 吸引黄史木的注意 最后让凶手自杀这件事就结束了 无论真凶到底是谁 只要是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 就绝对不能被活捉 被活着抓到的话 跟普武成有关的那些人 全都会被牵扯进来 次长要是连这件事都做不好的话 那岳父只能灭了他 万一找到来的替死鬼 被发现不是真凶的话 就把责任推给黄史木 第一次失误可以翻身 第二次失误就没那么容易了 从明星检察官到人人唾弃 也就一眨眼的事 岳父希望次长这次别再失误了 上次永逸才的事 岳父很不满意 原来永逸才就是被他们拉下马的 次长去偷偷看望永逸才 永逸才是他最尊敬的前辈 心情复杂的次长跟老友小桌两杯 局长一看他的样子 就知道又被老丈人劈了 与此同时 黄史木终于联系到那个兼职生 他们约好 明天五点见面 永文秀也打了电话 西部地险的监控他都看完了 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他让黄史木打开电视看一下 黄史木走红以后 以前的事都被挖了出来 据说他在学生时期非常暴力 毫无理由地攻击他人 还因此遭遇了退学 还有人爆料他完全是个精神变态 这种人成为检察官是非常荒唐的事 有一次他还当着老师的面 弄断了同学的手指 为了确定是否属实 记者找到黄史木的母校 虽然被拒绝采访 但确实有中断学业意识 不过是黄史木主动退学 黄史木从小就有多次转学的经历 但不能确定是不是因为暴力问题 记者去找他家人了解情况 虽然被拒之门外 但家人却说不是早都治好了吗 家人用了治这个字说明 黄史木确实有病 虽然黄史木不在乎这些 但母亲被人打扰 他觉得非常抱歉 回到家后 黄史木又出现耳鸣的情况 那种疼痛满意忍受 他晕倒在地 再次醒来 谁撒了一地孤单和寂寞 他早都习以为常 过去的事被曝光 邻居都躲着他走 同事们也不敢靠近他 这对次长来说是件好事 但他也没想到黄史木 竟然和过去天差地别 徐东仔还没把那个姑娘的事 回报给次长 次长让他把资料都交上来 准备亲自出手 黄史木来找次长 徐东仔被赶了出去 对于过去的事 黄史木并没有刻意隐瞒 他向次长坦白 曾接受过手术治疗 次长好奇的是为什么 他把破案的期限定为两个月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的事物耽误了两个月的时间 黄史木也有问题 问次长为什么要抛弃得力助手徐东仔 原因也很简单 斩断手臂才会长出新的 只要还在西部地减 手臂就能无限增长 可徐东仔手上有次长的把柄 要动他的话有点麻烦 黄史木从次那出来以后 看到徐东仔从旁边的屋子离开 黄史木觉得有点可疑 进来后一看 原来这里可以听到次长办公室的声音 那他刚刚跟次长的谈话 徐东仔都听到了 徐东仔知道次长要搞他 他唯一的办法就是 尽快找到那个姑娘 黄史木来找那个奸直升 他还记得普武城 虽然没待多久就走了 但却表现得非常激动 所以奸直升还有印象 黄史木拿出次长的照片 可奸直升却说 跟普武城见面的不是他 徐东仔也不是 而是一个黄史木 完全没料到的人永文秀 黄史木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跟普武城见面的人竟然是永文秀 好了 就说到这吧 秘密森林 第三集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一集中 黄史木察觉到了事情的端倪 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需要黄史木去调查 永文秀跟老奶奶 这绝对不会像表面看起来的一样 接下来永文秀会有什么惊贴秘密 老奶奶到底有什么难言之也 请看下集 backstory 阿霞 红杨 ставля